用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玩准12个大调的纸板音阶 首先你要先用5秒钟的时间弹一串非大调的自然音阶 给大家说一下慢动作 食指按住三弦的五品 也就是第二个小白点的位置 这是兜 无名指弹锐 食指下面这个音就是密 中指弹发 小拇指弹搜 食指再下面这个音就是拉 无名指弹锐 小拇指弹高音的do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做到这一步你已经成功99%了 咱们来说一下如何练习其他调式的音阶 如果你想弹第一大调的音阶 只需要把刚才c大调里面的这个re 当作do来看待就行了 do re 那它当do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还是同样的指法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这就是d大调的 如果想弹一大调的音阶怎么办呢 只需要拿mi当作do来看待就可以了 这是do 这是re 最往后挪两品 这里呢就是me 把食指放在这个位置上啊 拿它当作do来看待 如果想弹升d调或者是降d调的话 就把食指放在这个re mi之间啊 这儿就是升d 当然了这个也是降d 当然了这个也是降d 同样的道理啊 把食指放在do与re之间这个音啊 它就是升c或者是降d啊 那么咱们在三弦上继续玩单弦啊 再找一个音啊 do re mi fa 这个音是fa 拿fa当作do弹出来的音阶呢 就是f大调的啊 咱们这个音阶呢 还可以倒着退啊 do si la 拿si当作do的话 那么这串音阶呢 就是b大调的啊 do si la 这个音呢就是la 拿它当作do来看待 那么这串音阶呢 就是a大调的 这个呢是低八度的a大调啊 你也可以给它找高八度的a大调啊 从刚才这继续推啊 do re mi fa zo la 这个音呢也是la 这就是高八度的a大调 上次总结啊 我们只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呢 要掌握非大调的指法音阶啊 其他的调式都是跟他的指法完全一样的 第二点 平行推导啊 想弹第一大调就拿ray当都啊 想弹一大调就拿mi当都 ok如果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以便反复学习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自学经验的分享 关注我每天为你们分享一些学习吉他的乐理知识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